妖狐前中期 4分钟之前 连着被搞 对 其实给谁玩 谁也难受 对 妖狐这些事情 是比较齿连惯节奏的 对 好 上方第5局的BP 可以看到蓝色方 ONG 红色方 ALFO 好的 看一下 这一局的搬人情况 玩具 还是先搬掉了一板 再搬卸击 后手方 重施 加上天井下 今天是多少局的比赛 14局 嗯 就第二个大厂 没有拉满 比我想象中的 要稍微好一些 哎呀 无非也就是15厂 是吧 最久也就15厂 15局罢了 又不是没有1点下班过 确实 看一下ONG的第三者班外 这边还是在纠结的 因为确实来到了这局 我想对于ONG来说 其实心理压力会更大 是 因为他们是连拿两局分的 第三局 第四局 这还被对方搞完之后 心态会受到很大影响的 好 琴吉这边翻掉之后 LF反手跟进来那 这局是ONGU抢的一手带完 虽然这几局的比赛表现 在这个大厂的表现都很不错 匣子不拿了 余安金不拿了 那我们看一下 LF这边要不要考虑 直接双选 这也是可能 就是说ONG估计给你下了一个 辟贵的陷阱 这两个射程同时出现的时候 你拿还是不拿 可是就很尴尬的一点 我上两局当中 匣子包括这个妖狐 拿的可能比较早 但是你会在打法方面去针对 是的 那么我这局干脆 我来点别的了 换一换了 妖狐 川伟哥现在也憋着一肚子气 对 他就跟扣的玩一板之前 那局的鬼切一样 是啊 自备搞 自己就打的鬼冒火 确实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OMG的第二首 这边怎么去考虑 就如果说我不拿辅助的话 感觉LF的第二轮班人 也会在辅助位上去做做文章 总归不可能让你 Trophy哥舒服的 是的 连续两局 人对Trophy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为什么要变呢 大私密 大私密 那些不去拿那些打团 说限制的地图号是什么 可能拿一些打正面的法师 没错 好 看一下LF的第三首 这边怎么考虑 对方的话 双C以及打野都已经敲定了 如果不太想包装这种的话 其实中部是不是可以先选选呢 那个 弹幕发那个 OMG在营业局 让你折瘦50年的哥们 你 理性 理智一点 理智一点 好 比安花 这句真不好说 说不准的 目前50%吧都是 好 看一下 第二轮的班人 果然不出所料啊 也是在辅助位上去做了手脚山兔斑一斑 焦土斑一斑 而在OMG的最后两手斑上把比较好切入的善意摁掉 以及 鱼转筋 对 不给你一些 好拿现成的口袱去吃大肚 是 LF的第四首怎么考虑 是不是还要继续去藏自己的射手呢 才想到一个试试 哪个 管胡啊 管胡 管子哥 管子哥这局 有一局运运进 对 有比安花 有匣子 如果真的不急啊 可以往后再上手 是 这一手现在看是先戳打野还是先出射手 我感觉如果是第五手戳的话 这有可能是管子 这已经来到第五手双方是不可能长东西的 所以都在考虑稳中求胜的一个方法 确实 打野位上呢 翻了一反和善意 现在如果考虑到进场或者单在的话 夜叉也在 赶快地考虑 这时候备用时间 不够了 铁鼠 藏打野 藏打野 好看一下最后两个手的选择 上路辅助 鱼猫倒是有啊 嗯 考虑扎矽一点就是鲤猫配合这个台湾可以打一套combo 是的 控制时间可以尝试去打一套点杀 嗯 今天的前四局看下来 云上线都会比较早 是的 想让搬带点去多吃点 但优势局看下来 还好 但是略适局的话啊 会感觉有点扛不住 看下 玩具后续的考虑 这个时间也是过去很久了 但最后的两手选择却是比较纠结 现在辅助位上 有 黑童子啊 要不要考虑来个硬术啊 黑童子搞这个铁鼠是有角度的 因为铁鼠拿到的太好办了 对 就看这个匣子 能不能 避得过黑童子的那手推 我看了铁锁啊 那看到黑童子感觉 已经已经感觉有一些许的 我们俩是有一定控制在里面的 嗯 黑童子最喜欢打的就是 你这种没有位移 然后移速又不是特别的快的是什么 虽然说你有三技能的就急速 但是 看这边也能跑掉 小秀 哇 这小秀这个版本出场率真的 很低了 确实很低 但是阿Q的小秀说实话 他每个版本他都能玩 对 而且他很稳 舞台的信仰是神之一 是的 我们这也是补到了荧幕连 咱们这种拿其实都蛮复复的 对 那这是第五局了呀 对 你该搬的都搬了 以及今天该完的也都完了 双方阵容都拿到了自己 应该算是比较想要的 嗯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顺手的 对 只要根据对方的阵容去猜搭子了 没办法的 是 前两局的话感觉就是 LF版本强势放的有点多 所以打得很难受 没错 那么在这一局当中的话 双方都调整过阵容 而且差不多这个点啊 第三局第四局受惊委屈了 那可能对于上限的视野 要做好一点了 是的 避免再被搞 我感觉 阿扣肯定是会在搞他的 有可能就是 梁锦一松 就是我前面两局抓你抓比较紧 这局我就忽然松下来 对 我让你有那种心里的阴影 对 你压线的时候 你自己就不敢压了 感觉阿扣无处不在 是 感觉这个小伟也无处不在 确实 但有没有可能 阿扣还是会来 这个不一定啊 对不好说 毕竟拿到小秀这种点 前程期不做人 不做事 不做事的话 就很难很难起杰作 对 而且这一局 还要面临一个问题 会不会换线 是的 黑童子局抗压 其实问题也不大的 双方的第五局比赛 马上开始 现在来到了双方的生死局 我是文章姐说 乔野 大家好 我是阿如 也是提醒大家 微信思索 京小店同学小程序 京东电器旗下 专属大学生的3C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会员 接触手机iPhone14K 有大抢14等你来这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合作伙伴 京小店同学对本次OPL 直连赛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没错 OPL选手同款对付与相关周边 正在任务当中 所有购买对付的玩家 有概率获得选手 亲笔签名小卡 更多售卖详情 可扫描屏幕下方 或者登录 失控像素小程序 进行了解 没错 看一下这局双方的开野路线 LF双人组是已经来了 我觉得这个位置 应该是他们猜对面换线 是的 但是YMG没有换 先去试探一下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铁鼓如果跟对方换线的话 就他被动可以尽早截起来 嗯 因为他打这个妖狐加一目联 就敌人去门跑巧 好黑童子上线 这边的话被猫猫头卡了一个草啊 想过来吃进去的 想吃一下经验 但是被点的也比较难受 是的 问题不大 其实抗压这待遇都差不多 这局两边上路 事成一选完就知道彼此的命运了 对 同期生 果然命运是同样的苦 这个卡线 你像阿托尼波就是利用 你插贝格卡线 是 我升了个三级 顺步过来练条练你 对三级打一级直接给打崩 是的 我应在找角度 这波只能耗一波角度不多 哈利斯走位比较紧瞬 他一直靠自己家打野的位置在走 是的 哈利斯之前在中路也是属于打的比较凶的时候 他被军训了几次之后 你会发现他好稳 他之前是玩法 对 没办法 你想要去压 想要去压对面的状态 你只能往前站 就容易被抓 小伟想去闻一下亲眼 走过去 这边伊威尔的情况 会发现对于这一局 其实对于 侧方面的一个视野 开的是比较多的 大思命先过来帮解线 然后注意下哈利斯的位置在中路 他想推一波推进线 给到大思命压力 没错 贴中子过去解决你了 帮忙互换一波线去 好 二音这个位置摸个小野怪 现在是四级 好看一下小伟 有想法 有看下 但是好像要没了 还能看一下顺步 想换一个没什么 换成这换成了 对 这一波各个都顺步有点顺走了 是 我感觉这个顺步应该是挺直接走的 对 然后刚 大思命在上路也被留了 也被留了前面有句话没说完就是 云如果走到中路的话 暴露一个信息就是上路之后大思命一个 然后小秀会尝试去做事情是 这一波算是比较镜像啊 但如果说QQ这个位置不被留的话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本来这波 QQ要是不被留 小伟很亏 那波线全推进去了 对 小伟可能就有点炸了 对了你看 现在 1.6 1.7k的经济 几十分高 对不受什么影响 扛多了 没办法 你主要杀的是个云外镜 不太好杀 就有那个位置自己把盾都开了 就为了多扛那么一下 对 那时候自愈是 好像是顺 顺少的 嗯 而且呢 所谓带过来 还是没拦了 我都在换血 也逃不到甜头 是的 这个冰线卡的很难受 可以呼唤一下眼钞过来帮推 小鲁 小鲁来 直接放住 六级 压到了匣子 MMP没有顺步啊 要被留了这波 没有任何办法 第一方式神被封印 我们注意一下侧翼 KQ的位置 他也没有顺步 而且现在是五级的方法 来了小秀 321反手快 直接留 人头给到了哈迪斯 狂军训啊 我有两边都 各有受难的人 是的 这局 他找一篮 1点速 有无极 但是自己肯定要没的 是的 反手走的话 是不是有一定的机会 但是不多 不多 他主要那个位置 他也没升六级 没有顺步 反面这局 都爆发的速度还挺快的 对很激烈打的 现在只是 四分多钟 加起来六个人头了 不过比较好的一点 双方都很镜像 对方做事的同时 自己也在做事 好 这局杀金的是 两边拿也遭遇了一下 嗯 这年对两边这种 都挺关键的 大家今天没有放不到 反手 失了一手 伤害 扣到这位置 得交顺 特意看到了 黑童子之后 率先交了 这个塔没法守了 小伟能守吗 压了个黑竞 你被摧毁 都挺压了 顺步 顺步之后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那看一下这波下路 一塔拆完 要不要直接先摸一下地震脸 原火先摔 火方援军 防防图处理 地震脸 ONG马上摸掉了 RF好像没打算过来 直接放 应该是不要了 这波如果强行来打的话 人数其实不太占优势 这些塔矿来看的话 妖狐推进节奏 比这个结束要快的 嗯 然后地图之间也拿到 目前这个消息 对于 ONG来说是个比较好的消息 是 最起码你前中期需要发育的点 没有受太多委屈 是 他被这一局的荆棘跟夜兰是持平的 看一下侧翼这个位置 直接拉一手练子练到 啊 零有顺 也有大招 吃回来 吃回来 但是这个位置 对有志愿来了 顺度 好推掉 这波反手推下云 看一下MMP 小顺 到了云大招的那个落点位置啊 是的 这个位置确实跑不了 QQ的大招都已经架起来了 他们其实也很清楚 就是我如果想要被杀你一个点 那肯定一定要先杀摸摸头 不然的话这个匣子太容易把别人吃走了 对 其实有个情况就是要不吃镜容 牛爱琴达上小秀 然后还有别人花加铁鼠输出会不会不太够 看一下这个位置 他抠过来了 九级八级 他是个黑童子 扛一下他 算了 撤了得 暂时看起来还没有打什么那种大规模团战 腰固线挺顺的 嗯 小伟的黑童时间到了 哟 这个位置 两边都得收入回去 是 对 来了 野蓝 这大弹能力开起来 他 这铁鼠这个 是什么 削塔能力 之前有几个版本是一直在加强他这个削塔能力的 但是 其实 还是不太贵 对 除非经济有很大的压迫 嗯 就像内局的铁鼠打那个血童子 那是经济压制很大的 没办法 那个经济差太多 将近差了一半啊 对 这一局是个发育还不错的黑童子 那可能就有点难了 比他高 你比他高几百块钱 其实 云现在他要是想跟你这个铁鼠单挑 都没问题的 嗯 从塔框上来看 Alpha现在是有 优势 而不是那个 ONG是有优势的 是的 也是ONG之前占优 主要是妖狐这个节奏 然后 刷起来了 领先了 一座外衣塔 进攻夜圆火 然后还有一个地震里面 对 下路是个位置 云是看到了对方的 下路要打四次 这黑镜直接押给云 说明这部Alpha就不想接了 得走了 是 妖狐现在继续发育 接下来的动脏 可能要放在这个中一塔上面 找找机会了 拜一对于OMG来说 上下两个一塔 都已经拔完了 肯定还是要去考虑个中一塔 中一塔不拔 你马上到十分钟刷大蛇了 好 这条远火 远火直接拿 顺场想要考虑远火去磨一下二塔雪皮 然后中一也可以尝试 是的 但我们注意一下中一的血线 ONG这边是已经过半了中一塔 嗯 而不再找角度 但是角度不多啊 铁锁还要发育 小球这个位置 赶走 哎直接一个放毒 一个大招 赶走吗不不太好走吧 被逃不到直接控死啊 动都动不了 是的 难受住了 这一波 上二塔 被直接推 上二没法手 节奏急速 这个位置会撤了 摇鼓体系比较恐怖的一个点 提速很快 那这个中一塔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再去磨一下血线 主要OMG中一塔 他现在血量少 是因为 KQ的那两波节奏 被连续抓 可以稍微守一守 海底斯这边半血下去了 是 经济相差不多 就1000块钱 但是你看这个塔矿啊 嗯 是太仇人了 是的 这波兵线 马上过来了 而且尔印现在四个人头 6700 哎呦大招技能直接封住 毛毛头 毛毛头被炒捧扣的 当复活可能就要出事 让毛毛头把自己卖掉 想要去保一下扣的 能不能保住 还有一点点 这一波尔印出的很凶 是的双克之力 双克之力 这个大技能开起来 防止一下对面的追击 没错 这一波 也说提速要提起来 野斐两个人阵亡 但注意一下 现在地震点刷了 而且大蛇 大蛇还有10秒钟就要刷新 我一波丢出资源吧 这一局这个黑通子 打得真的很到位 每一步控制的衔接时间 都是非常紧密的 哎 现在中路的这一波 雪仙仙压低 尾德的刷残 主要尔印仙600啊大魔王 怎么办 他这个单带现在真的有点难处理啊 而且关键他身边还跟着个云 两个地质棉 这有点要命了 是 接下来这个大蛇丸黏人 会非常的恐怖 这高贵高贵打野 不拿这个旗子 然后可以给我过去了 哈哈哈 哎这波开起来了 看到了哈迪斯有说不 反锁拉 吃走 吃走多多保一下 这一波就是 可以看到LF线 没什么有效输出 反打能力不太够 嗯 但是用云的 大招换一个比安花的顺步 还可以接受 是 我们现在顺步的刷新时间 跟哈迪斯是一样的 没错 哇 这边直接开始了 直接开动 假的 骗人过来 小兽没有办法去找角度 你看他都没进场 就直接插边走 我把他打残了 是的 很难进 而且这一局你进去 QQ他有一个二手 就是二技能的台 还有个盾 然后再加上还有个云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你推出去的 是他现在 不站在后排身边保 他也可以直接去开 而且他现在开的点 锁定在猫猫头的身上 没错 你匣子想吃人不给你吃 我给你吃之后 温级这边还有第二 第二轮的控制在比 是啊 来了 放途到这不直接 一个塔想要去流染 有角度吗 这个大家就能先给 我原来就开的是白镜 是往前推出不了啊 切属 原来进白镜做了段时间 压倒是说 还有第二轮 来了 哎呦来了 这一波黑头只推到了两个人 台出来之后 直接配合这个辅助的台 中一台 留下一个最后想找远镜 这个阴木连的台配合这个 黑童子的一的推有点变态啊 这个combo链确实你没办法接 而且你推过来 然后黑童子不用接二 直接就人被踩飞 然后落地的时候又吃个黑童子的二 哎我们先看一下侧位这个位置 来人了 哎呦哎呦 哎呦呦 直接留下天下五双一 伤感太高了 还想找扣的去继续作战 车吧 这个位置可以摸蛇了 主要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 他们两套的进攻体系 先是而因为一个大招封锁 然后云直接再接第二轮 然后这个大蛇回天无力了 扣的这个状态没法进来 确实没法进 不过小尾三分之一写啊 处理处理冰线算了 对小尾跟猫猫头手里都没有降服 直接开我接下来匣子啊 小尾这个位置直接被留黑剑 坏了压下被点掉坏了这个大蛇 没拉脱啊没拉脱啊 拉脱继续摸扣的这个位置进不来 直接封印 现在节奏直接来大的了 确实 就这个起节奏起的太快了 就是从 在上半野区的那一波开始的 是的 而阴线901啊太恐怖了 这 大跃完这一局是个大魔王啊 13分钟1万的经济 是 你没有没有能跟他对标的经济啊 他的9个人头里面 都有赢的眼 你看009他901 对 所以剩下的那一个人头去哪了呢 你看这一波有妖狐 接下来做提速要注意黑童子的位置 确实 云和尔印加来可以打汉堡 这边大技能给完之后反手来个顺步 能能走掉 但是后续 看一下二技能 原来进反手抬一下 要回这边有点小惨 但是没事 而一些巨能点 是的 哦满血打完满血离谱啊 是啊 哎吃走 吃走保一下 这个位置不吃感觉还要有说法的玩具 冬高也不太好手啊 哎呦 这个阵容没有输出的 明白 黑童子大二技能 一技能反手推一下 随大的小北小北这个手不逼出来 这个冰线没有了没有了 还好 没冰线了勉强 蓄了一口命 是的 但是感觉还是难啊 弯机这边又肉输出又又够 在现在这个时间 他们输出是够用的 不到15分钟 现在经济差了6000多了 这个经济差距很大 上路冰线 看等一下能不能守得住这个上高地 帮帮助 梁花手里有个大招技能 是手中还是手上 看一下 火光防御塔 需要支援 上路冰线又来了 有白信 梁花大二技能 给了手一下冰线 再手 哎 有点不太好受了 又开过来了 吃走了 您这个位置开的很到位 抱歉他们接触出 有角度能啊 主播上去 配合队友心心留下了脚鬼 是的 撑一撑一一懒 脚步奔步 勉强饱和 对 目前的话 蛇线也快结束了 主要这个位置很尴尬 就上路那个上高地 就半个兵了 丢个大招直接架起来不让你听 硬是把上高地给点掉 那么现在 第三条地震链也刷了 好这个放空了 想开了看一下 感觉好像有想法 结束这边打准人 你给了哎 小秀这个位置做的不都很好 想要强行去换马 有角度留下了一个 但是扣在这边一换一 放辅助 中路高地破了 三高全没怎么办 打野阵汪 现在 ONG可以盾刀子磨肉了 我还想要输出 RF 顶不住 顶不住 NG这个输出 确实 而且现在 而且 他保守点返回去我拿3D 3D震脸 这关系是RF他这边 清线能力也没有 现在能力也不够 怎么办 ONG现在可以直推大营的 可以尝射云这边 将军相骚扰 有机会 军相骚扰 军相骚扰 恭喜ONG 赢下本场 BOO的胜利 赢下深思绪 恭喜 新锤皮叶库 月勇大蒸牛 恭喜ONG 战胜心魔 哇 来之不易啊 风雨翻过这座高山 你们将会拥抱更加了过的天空 恭喜 太难得了 ONG的苦手 他们的心魔 在我们2013OB2春季赛 第二周的第二天的比赛里 他们终于战胜了心魔 没错 确实很不常见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在上个赛季 甚至上上个赛季 看到的两支队伍的对战 LF的胜场会更多一些 是的 但是今天的话 连续拿下两分之后 被对方再追两局 最终的这一局一锤定音 拿到大场的分数 这真的太刺激了 先是拿二抢二 然后被追二 对 最后再抢那一 哎呦 这就是一路打的 就是让人 心脏是扑通扑通在跳 我现在突然 这个打完之后 我现在松了口气 是的 这不好说 真的就打得很紧张很刺激 然后他们的打架节奏 又非常的绵 非常密 打得很绵密 一直在打一直在打 对 而且你会发现他起势是突然的那一下子 然后滚了一波连环节奏 对 然后双方又互相给彼此做陷阱挖坑 嗯 不脱节的那种而且是 对 最怕就是一波节奏起来 但是你后续脱节了 没有后续了 但是现在的话 确实这个大场 两支队伍的较量 无论是LF也好 还是OMG也好 都给我们展现出来的 什么叫锦维密鼓的节奏 对 成熟的一个节奏和运营 嗯 那感觉LF今天其实输是有些 就是在最后一局的这个小秀的选择 感觉其实没有发挥出什么太好的作用 嗯 这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点 好看一下 这一局的赛物数据16分37秒 然后人头比14比4群长输出最高的是 抽菲哥 扬北吐气了 六万五 两条递着脸啊 是我们从经济曲线都可以看到八分钟之前 其实经济没有什么太大差距 但确实在六分钟那个时间点 是OMG的一波节奏翻回来 反转的一个局面 然后之后的话就一路拔高 这一局我觉得其实最猛的是云 云这一局的黑龙子开的真太帅了 这局上野两个人配合很好 他在飞的哦 给到了远远小军这架 0011 是的实至名归 确实 参战率79 323比9% 上转206 这个其实不关键 关键是他这一局 他是人是在飞的 他像个Ninja一样 像忍者 飞来飞去 对 而且这一局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我把霞州少女放给你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保人 那我就先定点 先杀你 是的 好的 看一下上一局的高光此刻 好 看一下上一局的高光此刻 好 看完高光此刻之后又看到了这个比分 嗯 马上来到双方的第六局 强赛点的局 有没有那种总决赛的感觉 有有有 有了有了 这两个队每次打比赛的时候 就有点像欧标过年的意思 确实 不过今天的话 整体看下来最后一场 打的时间确实比较久 这个对于选手们首先 体力啊 心态啊 包括他们的一个战术储备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 嗯 那么今天的话 LF对战OMG的这一局 咱先不说结果如何 但确实精彩程度是拉满的 对 绝对的精彩 绝对的有博弈 绝对的有强度 绝对的细节 是的 对 无论是地图之间什么时候拿 然后团什么时候打 怎么就布这个视野 前中期的节奏怎么去做 嗯 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好 对 如果 因为这局是OMG赢了嘛 大场他赢了 你你觉得等会会采访谁 啊 采访 采访耳雾或者说 戳飞 或者说云 哈哈哈 或者说救救或者说这个 KQ 哈哈哈 你让我猜嘛 对吧不要再猜了 有时候这个这个环节 为什么说有时候大家会等这么久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方式 就是猜拳 哈哈哈猜拳 因为大家打这么久了嘛 嗯 可能有些人 哎呀我好累啊我想休息一下 那怎么办谁去啊 今天今天强度是高的 今天他们打的时间很久 然后其间出现了一波 一波那个网络波动 嗯 双方的网都有问题 然后那那种时间其实是比较 难受的 是的 然后又 那局之后好像又连打了 就家内就打了四 今天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嗯 辛苦辛苦 那其实观众看的也很辛苦 大家也是等蛮久了嘛 对啊 从头守到我们现在 嗯 是的 不过今天的话对于LF来说 我觉得未必是件坏事 嗯 他们在 说比玩的说好 对而且享受了太多胜利的局 可能有些时候会忘记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今天的话虽然没有拿到大场分数 但确实也是可以从中总结很多经验的 我觉得 阵容 是有一定问题的 这种可能是有一定问题的 因为LF这种运营比较成熟队伍 他们什么时候什么 节奏 或者说什么阵容该做什么事情 他们是心里很清楚的 没错 这种感觉就是如果 前中期我没有做成事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比较疲软 对 倒是可以等他们复盘一下 我还比较关心就是赛后复盘的这个数据了 嗯 这一局的比赛 保安界所有人都暴肿了 感觉爆发小宇宙了 确实 因为第三局第四局尤其 川普的这个点被针对的太难受了 就是他会有一个连环节奏 你下到这个点一直被针对 那你中上野势必 你要是尽量要做事情的话其实还好 但如果说做不到你包括云 又想让经济给担带点 他没有那个很好的装备支撑扛不住 而且我们回想一下 关机的那首 一手拿大跃丸反手放你匣子加原来劲 是不是就是陷阱 我觉得是 匣子肯定就是不算是陷阱 匣子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 对 那我就把这个匣子给你 那附带的还是一个冤阱 你要是不要 你不要我这手冤阱我自己可以咬 但是你未必 对 但是他确实也是逼着对方在做选择 对对对 好吧 画面交给主持人陈欣 看一下本场的赛后采访 好的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陈欣 恭喜OMG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中路Kikio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OMB中单Kikio 欢迎Kikio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惊险刺激 而且这一次拉满五局 成功的拿下了比赛之后 想问问Kikio现在心情怎么样感受如何呢 我觉得开心还是挺开心的吧 但其实也无所谓 我们的目标只有冠军 目标非常的明确 那想问问你们 因为在面对LF的时候 之前其实一直是有一些些小波动嘛 而且你的状态也是有起伏的 想问问你们的一个赛前准备状态如何呢 我们赛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准备 就是常规赛以大家都是练练手 所以今天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是吗 对 那想问Kikio就是对于这场比赛拿下胜利之后 因为确实很久没有人打败LF了 你们拿下这场胜利对于你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吧 因为之前在常规赛的时候BO5也赢过他们 我们的目标只有在BO7赢他们 今天真的是感受到了Kikio的一个决心和目标 那接下来我们聊聊今天的比赛吧 就一上来LF今天的这个针对点非常的明显 就是蒋贝哥第一局三班射手 第二局直接五班射手 蒋贝哥今天是不是玩的有点难受 确实有点难受 我觉得蒋贝他们只是欺负蒋贝刚转AD而已 蒋贝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蒋贝哥他在转射手位之后 他是不是目前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 是的 看得出来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啊 那看到第一局的时候 你们是直接选择了白狼这个点 哎这个选择是比较惊艳了啊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呃就是对面射手是吉纳罗 吉纳白狼浩打吉纳罗 比较针对的一个点 而且看到你们在选择白狼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白狼其实是需要一定的发育时间嘛 但是看到你们前期好像有主动的发起了几波这个进攻的节奏 这个是想打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白狼发育就让他发育 他前期弱势 但是我安娜前期是很强势的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进攻 所以整体其实前期的节奏还是比较好起的 嗯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 其实第一局的话好像就是范展这一边的这个降服是出现了一些些小失误啊 资源很多都被对面抢到了 呃当时你们是怎么评价一下他的一个表现的呢 第一局的时候 是不是产生了一点误会 我我觉得确实是不只是他没想到 确实对面处理也很好 我觉得没有必要都怪他吧 嗯是的对手也很强大 而且双方今天的一个团战拉扯真的是表现的非常的精彩啊 而且那一波呃一蛇的时候 你的安娜是抢到了那个关键的蛇 要不然那一波可能会崩的更彻底 那一波你自己有没有想到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我其实不太记得了就是拿到了 确实是打的非常的惊险啊 好那接下来就是聊到在后面几局 就是二硬的这个误会就当场解除了 特别是第二局的时候上路直接非常帅的一波操作单杀了扣的 想问问当时他单杀完之后自己是什么反应 你们又是什么反应 他自己就在叫他单杀了单杀了 然后我们就夸他厉害 非常的激动啊 确实非常帅啊那一波 那接下来继续聊到 其实在一蛇前的那一波决策也是非常关键嘛 就二硬的大跃丸放逐到了夜兰 哇那一波是怎么处理的 那一波就是我们当时有优势想找对面打架 然后就刚好开到了他 嗯那接下来就聊到后面两局了 后面两局 LF也是调整的非常的迅速嘛 连追两局 哇打到生死局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压力 我觉得没什么压力吧 就是常规赛而已 哦还是打你们自己的一个阵容 哎看到最后一局来到决胜局之后 在辅助位置上也拿出了一个许久未见的选择 很复果一目联 这个是怎么考虑阵容搭配的呢 当时辅助就是BP辅助已经不剩下什么了 我们就选个一目联打后期团战厉害 嗯那目前你们是不是觉得 ONG其实是就比较靠团战会比较好赢 是的我觉得大家这个版本大家应该都差不多这样 嗯也是非常符合版本的一个打法 确实可以看到 今天双方真的是给我们展现了一场顶尖的比赛啊 那今天不管怎么说 真的是看的非常的过瘾 相信大家也都看的非常的刺激啊 那今天也是要再次恭喜ONG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感谢QQ接受我们采访 期待你们在后续的精彩表现 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姐说席